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作是今年清明节的一个寄托吧 沈阳的清明是早春花开的世界 最早开放的应该是金黄的脸翘 今天我们就来画一画这个沈阳的嬴春花脸翘 植物的颜色远比我们用眼睛看见的微妙 小小的莲翘花也是吸收了早春时节 阳光的温暖和水分的清凉才长出来的 今年清明扫墓的习惯被打破了 可能这才刚好提醒我们去思考 在许多稀以为常的事情里面 到底有多少保留了它原来的意义 又有多少已经流于形式了 画画也是一样 我学画写生的时候也画过脸翘 可是那个时候 要么是被绘画的技巧遣漫 要么是被画质的外形遣漫 今年的画里因为有了毛毛 这只小花里鼠 我再开始尝试 寻找一些有意思的视角 去看待大自然和周围的事物 许多人对于水墨花 其实也有一种习惯的 刻板的印象 这种印象可能来自于 博物馆里的传世名画 也可能来自于我们常见的 大红牡丹或者梅兰竹菊 其实这种印象 离真正的水墨和今天的生活 都有一点远了 可是要打破这种 刻守成规的东西 也很不容易 就好像我不能去扫墓 还得要找一盆花来寄托 这是二十年前 我带张建杰画的写生的作品 当时追求的 也是那种约定出城的形式和技法 可是真正的创作 却需要摆脱这些形式 才能够开始 今年这些节气的创作 我就要求自己 摆脱掉写诗和技法的束缚 对我来说 每张画都是一次 清闲而刺激的水墨实验 新鸣的这张画 画完的时候 发现开得最剩的那朵枝子花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来 可是满屋子里 都已经飘着它淡淡的香味 它好像真的知道 我对亲人的思念 感谢观看